3月26号有媒体拍到贾乃亮傍晚现身女儿甜心学校门口 贾乃亮身穿粉丝V1 在保姆车后座低头刷手机 等待孩子放学 带甜心出巷门 贾乃亮火速下车抱过甜心 妇女俩一同上车离开 此前雷小鹿疑似切磋号diss贾乃亮 随后秒删 现在看来贾乃亮似乎丝毫不受风波影响 心情不错 一心照顾女儿 忙过了新闻 愿甜心健康快乐的成长呀 报答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